國內新冠病毒疫情 昨天新增九例確診 以桃園七例佔最多 在米迪幼兒園群聚的相關個案 已經累計有二十一人染疫 桃園昨天晚上匡列採檢出三位 新街國小學生呈現養性 已經緊急通知全校師生進行採檢 新街國小及附設幼兒園停課十四天 到三月十一號 桃園觀音國小校門口大門 申鎖進行預防性停課十四天 因為米迪幼兒園群聚感染持續擴大 二十八號週一新增七例新冠本土病例 其中有五例是學童 累積這幾群聚相關 已經有二十一人染疫 衛生局指出 最先確診了一家三口中的妻子和兒子 Ct值都往上升 研判很可能是最早感染者 已經抽血液抗體 希望能釐清感染源 另外台南市街道也忙著清銷 因為又傳出一例確診 是高雄煉油廠群聚相關 為案一九八六二的同事 居隔期滿前採檢 陽性確診 因案一九八六二確診 於二月十六被匡列為居家隔離者 當天採檢結果為陰性 隔離期間皆無症狀 二月二十七隔離期滿採檢 PCR陽性確診 而新北市板橋 涮涮鍋群聚也再添一例確診 案二零六二三是六十多歲 女性已經接種過三劑新冠疫苗 為雙北確診父子 案二零三九六 二零三九七的同住家人 居隔期間陰轉陽確診 此外我國今年第三批採購的莫德納疫苗 一百二十二點四六萬劑 於二十八號凌晨抵達桃園機場 待檢驗封肩作業後再提供民眾接種 而這批疫苗效期到今年八月五號 記者最後報導 PAO CANADA A walking FMA Department 感谢观看